我已經患重度抑鬱症16年了 最嚴重的時候就是躺在床上 一動也不動的 去年我植入了腦機接口 去治療抑鬱症 我現在跟正常沒有什麼區別了 開機關機就是一秒天堂一秒地獄 心情的話 你現在有不想對人說話的感覺嗎 嗯,Yes 好,來吧 啥感覺 怎樣呢 這那一瞬間是什麼感覺 嗯 我驚喜 嚇你一跳 其實給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 腦機接口手術就是在我的大腦中 裝了兩條電極 每條電極有8個刺激點 在這兩個地方 有兩個負責情緒的神經核團 通過電流刺激 改善我的抑鬱症狀 從大腦的前端一直沿著頭的後側 直到耳後這邊 到了我這邊右邊的胸腔 這個位置的設備 腦起活氣 差不多一個麻將的大小 初步的一個量表 量表評定 所謂病人當中平均改善率是超過60%的 這個結果就是說 在全世界所有臨床實驗當中是最好的 生情倫理就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有很多那種前面沒有人走過的路 我們不是拿這個去刺激普通的人 他是一個整個情緒情感跌入深淵的病人 去治他的病去救他的命 也不是叫控制大腦 我們幫助他 只是用一個物理的方法來干預 做完腦機器口手術之後 外界有很多的質疑 機器控制情緒 人變成工具人 很恐怖之類的這些話語 其實你吃治療抑鬱症的藥物 同樣也是一種控制 讓我依賴藥物活下去 在植入腦機器口幾天之後 我就感覺到了耐受性 醫生會不斷地給我調整刺激的參數 每次調整之後我都會快樂一點 後來我就說 乾脆就讓我自己來調整 手機上裝了一個APP 有工作模式和休息模式 早上起來我會打開工作模式 有的時候我很累了 自己切換到休息模式 大概一到兩個小時 我再切換回工作模式 我的負面情緒都會煙消云散 我是一個要充電的人 我一般充電的時候會戴這個背帶 把這個充電包放進去固定好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鋼鐵下 現在還真的有點像鋼鐵下 我最大的愛好其實就是唱歌 音樂有的時候感覺比生命還要重要 守住之後可以唱出那種燦音了 我現在想想自己的人生還挺酷的 植物腦機接口呢 確實讓我有一種重啟人生的感覺 我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來 第一次能飛起來 第一次能飛起來 愛是成功的瘋狂 第一天的祝福和財 它總是永遠那麼沉爛 我愛好 我愛好 我愛好